林市長、李秘書長、蘇議員、市府各單位主管、各位新聞媒體先進 下午繼續進行市長施政總質詢,恭請副議長主持 林市長、李秘書長、蘇議員、市府各單位主管、各新聞媒體好朋友 大家午安 現在由蘇仁和蘇議座來進行市長施政總質詢 請開始計時 好,謝謝我們府議長 那麼,市政府林市長、李秘書密、各級處所長 大家午安 那麼,今年是2019年,2000共19年 那麼,剛好是第19次,吉人的市議員的概率 那麼,所以有很多人 我們新的民意代表,那麼跟我們年齡的民意代表 那麼,都會當奇跡第19屆的我們市議會 在我們吉隆市的最高民意機構 我們共同來共識 那麼,是非常光榮的事啊 非常公榮的事情啊 但是,我們非常公榮的東西 還是要頒到一些我們所有的基地來自國區 那麼,選民的保護 要願望 那麼,民意代表 必須要,必須要在未來的這四年 那麼,對著我們政情 在選議中所有自己共産的政策 自己共産的政見 跟外地圈的服務 那麼,必須要來達成就對了 所以,雖然動選是很開心 但是,同樣的決定,也是不在那裡的 那麼,環島回來 那麼,任市長 立議員還是在這前四年裡面 那麼,率領到我們市務的團隊 那麼,非常地打拚 議員還是跟我們同樣 我們繼續競選連任 四年來,你的領土會自家 你們市務各局處 跟所有市務的公務員 大家戰戰進進 大家都非常地打拚 所以,讓你們可以繼續競選連任 四年來,四年來,年來 我們既然市議員 全體當年,嚴格的特殊之下 那麼,可以讓我們既然市的市政府 任市長會帶領之下 那麼,你的施政滿意度 那麼,能夠從以前的最後後段班 到中段班,到去年還沒就職之前 到今年年底 不是,今年的年初變成前段班 當然,我們議員對你的特殊 那麼,對你市長施政的滿意度 一直往前推 一直往前推 我們已有榮音 那麼市長 你的帶領其他 的市務團隊 你四年前 你的所住 那麼,得到市民的競爭 所以,非常高標來動選 但是,一樣的 未來的四年 這四年 那麼,你永遠要打到你自己 對其他人市民的省略 那麼,繼續打拚向前走 所以,你的選舉前 你議員的 不只跟我們展開 四年前,所有的政見 所有的建設 一一來完成 或中台的建設 還沒完成的 繼續推動下去 那麼,你繼續推動下去 所以,我想 這是必然的 這是必然的 但是 你我們家人的市委 我們所有的 當年民意代表 我們也對著地平的建設 帶著地平的保護 那為著地平的建設 我們也必須要來向 建議市政府 向臨市政府來建設 所以 在這裡 我會向市長 來請教幾項的事情 那麼第一項 就是我已經牲出三年 已經三年 就是在一百六年 當時 因為 我由甘義說 因為我們高速公路 那麼中山國 那麼為五島的交流島 每一邊 如果最下班 那麼 每一邊 都要搭車 搭半小時以上 才可以路 高速公路 在上班 上下班的交往時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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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裡 我在這裡 一百六年 當時 那麼 三月 中 我就 當時 會 大陸 街人 市政府 交理處 還有基隆市政府公務處 七堵七公所 當然還有禮辦公處 這些單位 都有派人出來 那時候 現場的會刊 就是說 希望在五島交流道 往基隆 五島交流道 往基隆 跟軟軟交流道的中間 有一條 我們已經廢棄的 中山高速公路 在做大華系統交流道的時候 那麼 不是說拓寬 是擴寬 擴 擴 有依照原來的地 那麼擴寬的 有第三線道 就是要直接到大華系統交流道 所以可以利用那條道路 那麼直接 找一條砸道下來 就直接通到我們七島 會鑽在街 就是因為 老古早要去媽娘去 七島 要去媽娘去 那條古樓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都沒有人在走就對了 都沒有人在走 就是准你家 要去媽娘去那條古道 自從那時候 國家球做好之後 那條路都飛去 都沒有人在走 那麼 那條的長高線 跟中山高 我剛才說的那個 大華系統交流道 旁邊的那條變道 不是變道 是原地就是 加以特寬一個線道 擴邊一個車道 那條可以接那條來 剛才橫橫來抓來 差不多一兩百米 就可以到我們七島 到進德街 進德街走轉 就到七千橋 兩三分鐘就可以到 回到家裡 所以我在106年的時候 我就提出跟蔡立委的 來到現場會看 那麼 會看的時候 我們也做成決議 那時候也要請基隆市政府 依照高速公路增設 及改善交流道 申請審格作業要點 請市政府來研議設置本案 附近交流道設置 往基隆單項出口之可行性 就是叫我們市政府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 向交通部 國工局 我們也提出 單項出口 先作一個可行性 來作一個評估看看 結果 那時候是106年的三葉豬 結果 你們如果都沒有回答 所以我就在 我就在第十八屆 最後一次的定期會 那時候 因為我們第十八次 不是現在十九次 十八次 那時候同位一邊 那麼定期會 在市長市政總質詢的時候 那麼 我也有提出 同樣的道理 請市府研議向中央徵集中山高 在七堵路段增設一個閘道 往七堵市區 以解決 監控時間 五堵交流道塞車問題 這一次 這一次 有啦 這次因為 因為 控管 就是我們研討處 所以 他就 沒辦法回 再賣 結果 我們市政府回的 還是一樣 變什麼呢 所以 本案是屬於交通部 台灣區 國道高速公路局管轄前 所以以前已經 還請該局 研議增設 雜道之可行性 高公局含富列宜說 請你們 請市政府 再依 高速公路增設 改善交流道 設置原則 請先行評估 然後再回家 市政府 我們大家是說 好 我們也叫他 家人家 我們要退路 國安教會 還叫他給我們看 看可以嗎 他說好 你們先去做可行性 看可以 依照他們的條文 是我可以 結果 後來 什麼 再叫我們評估 是不是符合交流道 間距 至少要大於兩公里 辦理可行性之後 然後再來研議 研究後 再送給他們來辦理 你一聲就再給我 研究就研究了 研究了 高公局 高公局研究 你們說要研究 富家樓廟 第十九屆 就是這一屆 我們三月中的時候 開臨時會 那麼 我就乾脆用提案的 敢慣 我的提案 我就是提案也是說 希望 國道一號增設七堂 雜道銜接 峻德街 蘇解五堵機交流道 僵崩時刻 大量回堵車流 那麼我們地方上 環運非常的激烈 希望有關單位 能夠規劃開閉新雜道 蘇解我們七堵機 及六堵機 以及其他各級 的交通問題 那麼我很單純啊 結果你們回的文 還是一樣 這次的你還回 四月十六回的文 跟上一屆 第十八屆最後一次的回文 一個字都沒有差 跟我去 跟蔡司英立委 去會看回的文 三四拜一模一模一模 一模一模 第十九屆 我就問到 結果回文還是一樣 依照什麼什麼高速公路增設 及改善交流道 申請橫河作業 請你們市政府 說高公局回文說 請先請評估該資安 是否符合交流道 間接距離大於兩公里 結果 市政府 我如果不說不對 過去就過去 說一句更加說 我在 我這幾個選議當中 那麽我進行總部成立 市長也有去捧場 那麽我也跟董工 特別 經選總部 我跟我們這裡來的人 很多 那麽非常多人 我也說我的正經 就是我如果抓了 我就要來建築這條 讓我們高速公路 讓我們 從中山國 留下來跟我們 我們所謂的鑑鐵 留下來跟我們 大華的鑑鐵 進德街 然後到進德路 右轉 我們就可以 很快的就回到家裡 就可以跟家裡的人 共同吃晚餐 就不用叫家裡 沒那麼緊張 大家泡泡泡泡泡 泡泡泡泡 泡泡泡泡泡 後面市長剛才說話 第一句 縮林復議員的警權 就是我林ominggrown 的警權 火 坡熱 別人浮产 大家喝喝 快滿天 所以到今後要如何 我們ن攝影rov 開了 那麽 市政府交流處的給我的答片 一而栽栽栽栽栽栽栽 ад 還是一樣 所以我就一直想 窮則變責通 忽然間讓我想到一個說 哪想哪虐 虐什麼 叫做愛 這就是國道高速公路高公指貫 那麼他不做 他不做評估 他不做可行性 那麼我想我們基隆市政府也沒大批條 所以我就想那虐 讓我想到一個人知道 想到高公指 國速公路指責我們責任 責任責任很高 有兩點 我想說 第一點 我想我們住在基隆都大家都知道 以前中山高開闢之後 那麼市指給我們設了一個交流道 叫做市指社會戰 市指社會戰 原本說要15年 收15年就沒收了 後來一直延續 延續30年 然後經過一宅空間 我們基隆要去台北上班的 我們基隆要去台北辦事的 我們基隆要去台北沒有通過到伊蘭 坐的人 你看我們30-40年來順利多少錢 高速公路的收費站幾點 30kg做一個收費站 30kg做一個收費站 30公里做一個收費站 30公里做一個收費站 所以交到高雄 我們基隆要去台北 10支收費站幾公里 9公里 這樣中山高 只要一個高速公路 只要收多少錢 收30-40年 總共40年 一個收費站 對我們基隆要去台北 總共只有9kg而已 讓你到台北市 通常不超過大概20kg 你看這幾年來 我們基隆要去收多少錢 倒去收一次 倒回來再收一次 對我們七度是更加勉強 我們百夫設計 百夫交流到一個 補充的五度跟我們都上去 才沒有兩分鐘 四次收費站 四次收費站 所以我就是這樣 越想越強 所以我才不放棄這個案子 所以一直想 再想一個 其實我這樣說 你大概 你也怕人 其實我也想 你生有同感吧 對這點 你講一下 你愛別人 是不是生有同感 應該是 所以我就想 那要怎麼辦 唯一 就是要讓市長 一定要出門 因為 市長 你是必須 如果我沒有 沒有看錯報紙的話 媒體的話 大概 昨天你有答覆 我今天早上沒你看到 你說 我林六昌市長 那麼前四年跟現在後四年八年要做的事 是要應用到的基隆市五十年未來的發展 對不對 市長市民 你有這樣說嗎 有啦齁 八年來 你老後四年 現在還要做四年 是要應用到的基隆市五十年來後面的發展 會更好 這一點是很好的問題 這也是孫子 這也是很好啊 因為現在已經在做了 從比高雄市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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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名字 九年八年 九年八年 還要說他要爭吾宇宙 要笑死人 所以我就要想 今天特別就列了一個表 除了我剛剛那個講的 我認為說 對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高攻擊 沒有回饋讓我們基隆市的市民 好 會墮落 一個比較安全又快速到家的道路之外 那麼 另外一點 我今天就要 我講要請 市長是不是有 有所同感 其實你如果我這台 這裡有放 我這裡有放一張 海報啦齁 我像基隆到大法系統交流道 是全國一號 唯一 國道一號 唯一沒有拓寬的道路 上下班的時間 全都在塞車 我們怎麼記得 我們只要來購五道交流道一個出去 要 要去台北的道路 要去五道路 要去五道路 十八標 雙邊旁邊都做好 一聲就夠五道 五股五股 五股 五股又去補一個 還有一標 到這裡又去 在這裡就夠神經 五股 那些都可以拓寬 拓寬到這裡 那麼唯一就是 我剛剛說 沒有拓寬的路段 到這裡 五股 五股 到這裡 到達華系統夠近 到達華系統 這塊 要跟五股一股 到達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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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第二 我就要就教於我們其中 我想這個是你 最重大的 施政 建設 這樣英雄就是統計人家的 不是只有我們其中 雖然這個 北五股國際研發新政 是在我們其賭區的賭籃裡 但是這個影響 是英雄就是統計人家 後面的發展 那麼 市長你說 北五股國際研發新政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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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研發新政 那麼 依照廠花處給我們的資料 是 好了之後 可以引進900家的廠商 還有包括3.5萬的 就業人口的機會 欸 市長 你看這樣下去 第一個 我們基隆段 這個中山高沒有特款之外 我們市長 你以後你還要在我們北五股 這個整個國際研發新政 如果做好之後 那麼依照廠花處給我們的資料 會有這麼多的就業人口 這麼多的廠商進駐 現在五股交流都因為火櫃 甚多 所以塞車的原因就是因為貨櫃車 貨運車太多 拖車太多 所以影響到我們百無社區的居民 百無社區所有的居民 跟我們七獨 七獨街上 大人要回去回家的路上 感覺到非常的遙遠 非常的遙遠 那現在就這個樣子囉 現在就這樣喔 你如果要照你的政策 照你的市政 要來開拓 國際研發新政 有這麼多的就業機會 有這麼多的秋香要進來 那麼我想 你是不是要跟我解釋一下 跟我們前進駐市的市民解釋一下 是不是說 國道一號 基隆端道道法系統 我理會 整個都要討論 而且尤其是來到這台車 我剛剛所指的 這條路底底而已 二號的上面 綠色跟黑色這個 二的上面這一半 這樣扭下去 中山高扭下去 這樣就夠穿下去了 差不多一兩百公尺 可以讓我們大清竹街上的 這一些住戶 去台北回家的路上 會更快 不會塞車 塞 塞在無堵交流道 更何況 做這個 跟阿公 剛才我們兩基礎 我剛剛掛這個牌子的時候 那麼我們環保局 賴局長跟我講說 你這樣講不對 應該這個 無堵交流道 不是無堵交流道 這個無堵交流道 是 是因為中油在那邊 所以有中油是要 當初做這個交流道 是要去中油交流道用的 中國就有的 不是讓我們說 我們要算 我們這台這裡是一個交流道 阿公 我才訪南大夫說 我怎麼這麼厲害 他再提起說 你這種人這樣無存在 這個交流道 這台上是中油交流道 你用的 是現在我們一家用的 而已 尷尬讓我們用的而已 尷尬讓我們用的而已 尷尬讓我們用的 所以我現在請教市長 那麼我剛剛的所講 跟我現在的建議 那麼請市長 你是不是可以 好好地跟我們解釋一下 讓我們解釋一下 看看 因為這英雄就是統計人士 後來你的政策 要跟我的部分 這兩行 可以結行 還可以來鎖東 還可以來解決嗎 請你這麼多答 好 謝謝蘇議員的指教 我想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之前蘇議員在提 就是要從 這個北向五篤交流道到 大華系統交流道這個地方 要設一個 由南往北的一個 下交流道的一個砸道 不過也成如之前 我們這個交流處 還有跟中央在討論 溝通的這個過程 因為高速光路 現有的這個路段 它去設交流道 對不起 設閘道的話 它是有相關的一個 規範跟規定的 那所以 我們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從這個角度 如果沒有辦法 有效地處理 其實我們應該去想 其他的一個方法 或者是這個 這個政策的一個方向 來做 這個處理 那經過交流處 跟中央在討論這個地方的 整個交通的路廊 從一個更大尺度跟範圍 來討論 怎麼樣去 位於籌謀 或者怎麼樣去破壞 那我們的確發現 在國道一號的部分 基隆端往這個細紙端 這個是 也就是說基隆端到 大華交流道這一段 的確是國道一號 這個沒有拓寬的這個路段 那在上下班的時候 以及在假日的時候 的確有這個交通流量大 然後塞車回堵的這個現象 所以從這個大的一個範圍角度來看 那未來基隆市市港再生 那我們包括相關的產業發展 這個地方的交通的需求量 會增加的 就算這個輕軌的捷運的系統 建置 這個公路的運輸的系統 它也有它的一個需求性 所以經過交流處再進一步 更深入的去做一些了解跟評估 現在是發現就是在國道一號 也就是大華系統到基隆端 北向車道的一個東側 這個原本在建置國道一號的時候 就有這個多餘的這個土地的一個空間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整個道路路幅的一個拓寬 以這個為主 然後這個搭配著這個 下交流道的砸道的一個設置 這個在這個相關的一個規定上面 是應該是有機會來突破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地方 如果說要達成像蘇議員 剛剛在講從有一個砸道下去的話 我們應該從更大的尺度來討論它 那現在我們評估的確 國道一號也有拓寬的這個必要 那我們初步的一個想法是 我們會用這個國道拓寬的這樣的角度 來跟中央來做建議 並且進一步來討論 後續可能的一個規劃跟處理的一個方案 謝謝 這個所謂的後續 我不曉得你說 剛剛市長講說 這個國道我們中山高 我們基隆到大法 系統交流到 有一個要拓寬的意向 有這個事情 那到底大概會多久 我想這個東西還需要進一步的一個作業 不過我們交易處已經找出 剛剛有跟蘇議員報告 我們有找出這個處理的一個方向 跟它的解決的方案 下個月蘇議員會來基隆視察 我想我們也會跟蘇議員報告來提這個事情 也希望中央把我們提出來的一個構想 然後由中央的比如說像高工局 把它納進去整個道路拓寬的評估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如果在這個地方要做一個砸到下去的話 這個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也就是說因為是地方政府提出來的要求 可是如果是全路段 比較大的一個路段 交通國道的一個改善 我想這部分的權責是很清楚的 也就是說高工局 他也有這個責任 然後來讓國道的這個運輸能夠更為流暢 所以之前交流處也有跟這個蔡司令立委 也有提過這個方向 我想蔡立委也會跟中央的部會來進行溝通 那下個月因為蘇院長會來金融市市場 我們也會把這樣的一個構想 向蘇院長來報告跟證據 謝謝 很好 我們新書的 自從上任之後 很有幹勁 我如果是繼續沖沖沖 我希望能夠在下個月能夠得到一個好消息 但是你不要說只為了講說只有這一條 中山高高速公路突然 中山高高速公路突然 不要忘了我們這一條雜道 拜託一下 這條就要先放在上面 這是我們兩個 跟我們七島區說的人共同的政見 我們共同的政見 那麼另外我想林市長你就任之後 這四年來當然你對於各局科市 局處的這些業務 都控管得很好 都控管得很好 所以我在上回之前我也講過 現在你怎麼會記得 就是我們長安社區欺罰百湖火車站 長安社區經過我們的爭取 我們兩個 還要檢查適應蔡立委 把鐵路吉託錢 要求他做長安街 他們上班族要去火車站要搭車 剛才開車的公圖 現在換大眾議員 那麼好不容易 那麼在你的上一屆 你很好的人 把我們七島 放在長安街到百湖社區 到百湖火車站 那麼這個人 這個路人 這個天橋 人行天橋 整個長安街 長安里大家高興 所以你我在那邊 票都很不錯 看得都很好 但是我現在 那長安街做好啦 我會提案 那百湖社區這邊 百湖社區你要過來 要過什麼 要過石建橋 石建橋這條橋 大概 說跌也不會怎麼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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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我想說 從石建橋 百湖社區過來石建橋 到百湖火車站 這個樓梯 電梯跟這個樓梯 為止 那麼 我就是在提案 講說 石建橋上至百湖火車站 增設遮宜設施 以利民眾同行 這是簡單 按鈕當然 我就念按鈕而已 說明就不用說了 人家延好處管控的也很好啊 他什麼都答 只有在這一個 只有答說 本案尚在千半鐘 因應核准再行回覆 這是你們這回學運的 這次學運的 這次學運的 上會期的 這次學運的 我們兩天十歲 當中 你給我們答 那麼 所以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除了這個 公務處 我們張處長 所以我那時候 我自己也用公務處 我自己就 請你們公務處的 合格長 跟你們裡面的人 還有七公所 我們就到現場會看 他 他 他 沒有當場活論 他面有 面有藍色 意思說 很 不然的 不敢說 愛主 不敢說免主 那現在 我跟他講了之後 會看之後 那麼 他回去 就像說 現在還在千半鐘 但是他昨天 他 他就利用時間 到我辦公室 到我服務處 他說 他說 看不敢 叫劉衛 比照我們長安街 到百福火車站 哪一個路廊 哪一個人行道 說 叫鐵路去做 我 他說 這是不可能 他說 他說 做事可以啊 應該可以 可以做 應該可以做 怕說 以後 這個 採光照 人行 這一本 維護比較困難 維護比較困難 他是這樣說 那麼 甚至 我看這個不用問市長 大概這種事情 市長 你知道這件事嗎 應該 我們要走的 當時 你當時 石建橋 那麼 因為上班的人 風雨比較大 所以石建橋 到百福 到百福車站 這一段 能夠弄這一盆 因為這樣的話 才可以擺平 我們這裡長安社區 跟我們百福社區 那麼 搭 這一個火車 搭大眾捷運的人 最少 可以讓他少 少零一點魚嘛 可不可以 是要 是要 你要搭還是要 請請 公務處 張主長搭 我看你搭 你搭可能 比較穩 謝謝蘇議員的指教 這當然利益良善 不過 這個地方 其實距離還蠻長的 如果說要從百福社區 步行過來 要搭 火車的話 其實不只是 這個石建橋這一段 因為石建橋過去之後 還有包括 五堵國小 五堵國小 五堵國小在過去之後 可能才有 頂子 所以 沒有啦 你要這樣說 長安設計 拿六堵 天橋就不用做了 長安設計 大家也是走到那裡 走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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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兩個部分 第一個 因為在這個石建橋上面 如果要去做這個遮雨的一個設施 可能真的要好好評估一下 因為整個基隆市甚至是其他的縣市 我印象 主要的這個橋樑 我印象 我好像沒有看過說 在主要的橋樑上面去做這個遮雨的設施 如果有案例的話 再請書議員提供給我們 有 四甲庭 我都知道你這樣說 我知道 我知道四甲庭 有了齁 沒有沒有 但是 四甲庭那條基隆 給我上頭很少 沒有我剛剛在講的是 我就在等你答覆這一段 有有有 我剛剛已經跟秘書長 其實我們都討論過 秘書長把你處罰了鬼主義 我怎麼不知道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 不是 我看你們兩個在教他們 我就知道 李同誠你在跟 李秘書長你在跟市長 講這些歪道 我就知道 你知道你 你穿我們家的米大 我很清楚 你肚子裡面在幹什麼 沒有啦沒有啦 我在講的是 主要道路的橋樑 我印象幾乎是沒有 我印象是沒有這樣的案例 那 四甲庭那個是小的 大的和小的兩邊都有喔 應該是小的啦 你現在還沒說小的 要不要說大 那個太大了 那個工程位 我們沒有辦法負擔 不過我印象所及 台北市新北市其他地方 我真的印象 我沒有 我印象沒有看到說 你說話就不算是 你如果說 如果有叫我提供給你 你就要來煮 我真的提供給你 你再說不定 那個太小 沒有那個 那個我們本來就知道 你知道嗎 小肝無人煮就有事 拜託你 你你你你 我們再了解啦 我們再了解 我們再了解 我們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但是 如果他控制就說可以了 是怕後面會維護而已 他說 他是跟我說他也很特別 有後來的維護 他說像現在 長安街 這個 路橋 好 人行路橋要搭來 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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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河這一段要爬上去這一個 包括電梯也是他們做的 也是他們的錢我們做的 然後交給我們基隆市政府 也是沒有人在維護吧 現在是 他說維護的問題比較嚴重 因為你不維護的話 做好之後很難看的 經過一年兩年三年風吹雨打 那麼會卡氣底 或是因為灰塵的關係 所以會變成比較看起來 就會變成很髒嘛 變得很髒嘛 所以我就說沒關係 他們沒有人來維護 我說這個讓我們去到窟公所 我不能去等你 你說你如果跟我說這個我就來等你 我說你如果跟我說沒有人維護我就來公布 七堵有一個BOO垃圾掩埋場 有一個回饋金 那麼每一年都剩下很多錢 我也知道啊 那你那個錢不用來回饋我們基礎 要用來回饋什麼 那如果做好 變為有 你就叫我去七堂公所 為我們媽年輕的BOO垃圾掩埋場 回饋基金裡面 報饋的錢 哪有啊 那一年就買到兩千萬的東西 為什麼 每年都剩下很多錢 你就可以為饋的錢拿來去 我們七堂所有的人情天橋 不然那個採光灶 就可以了 如果用百湖火車站在雙邊 包括長安街到現在要做的實踐橋 才不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是要極力爭取 不要讓百湖社區的這一些人 認為說 市長你就比較疼 中安街 所以長安社區一代的人 那些人也一天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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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或是走路走到這裡 或是走路走到這裡 一聲音就不用抓 一聲音就能去到那裡 去到那裡 去到那裡 所以我現在現在要跟你要求這個 那些地方的重大建設是有原因的 因為七窟裡面 你進選連任 贏的最多的就是 就在我們七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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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對手贏 贏那麼多票 一半總共要來 都是離我們七堂了 你不用對我們七堂比較得數 比較得數 應該要怕 對 有笑就不行了 笑就代表說 你肯定 這樣沒關係 這樣沒有 好啦 我們 還是我繼續 另外一個 我想 秘書長李同誠 李秘書長 你住在我們百福社區 我想你也知道 經過我們吉利爭取 你也擺脫爛路亡的名義 因為市長也別說過 今年 去年就已經擺脫了 我們有 實踐路 在106年年底 我們預算審查 那麼通過 四千七百六十萬 要打造 我們百福社區實踐路 為示範道路 對不對 對啦 四千七百六十萬 那麼通過一年完 我偷偷的問你們市政府公務處 現在的進度多少 二 兩 張處長 公務處張處長 實踐路到現在 去年就已經 年中花包到現在 到現在 連動工都沒有 那你今年 我們又讓你通過了 通過什麼 通過賣金路 對不對 七千八百多萬 通過定內 也是兩三千萬 他們這兩條也要做四萬大陸 那照你的 你這些的報告 你在市政府 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你給我們的報告是講說什麼 有的是在現在在西部審查 賣金路已經花包路 截標了對不對 賣金路截標了還沒 那我們七五七百屋 百屋設計的時間路 你去幫我走一段看看 百屋公園對面那條也是時間路 石建橋開始 然後繞一個大灣 大概一兩公里 到五屋橋 都是時間路 你說要把那條做為我們市灣道路 通過那麼久了 通過那麼多的錢 也那麼久了 你也花包路 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動工 你給我講兩句話 讓我了解是 讓我們市場的市民才能夠管理你 跟書議員報告 案子是去年年底的時候就決標了 那決標之後 它相關的計畫就是要提施工計畫 還有交為計畫 那交為計畫的部分 我們也請廠商在一個月內也提出來 只是說 現在卡在的問題點是 廠商請的交通技師大概在擬那些計畫的時候 我們來來回回省了很多次 大概退了好幾次 那目前大概整個程序都完成 那這個月 這個月的道案匯報 一通過的話 我們六月初 應該就可以馬上來進場施工 那這部分 市長也責成我們會進一步來檢討 以後我們希望 一發包 然後我們會好好來律定 廠商提的交為計畫 哪個時間點要來完成 因為這次的確時間有耽擱了比較久 你先跟蘇議員致歉 這個不是跟我致歉沒關係啦 我是可以接受 我們企圖的人 百屋設計的人 而且百屋公園前面那條時間路 是我們來北往所有的車輛經過的地方 那因為經過 你如果不趕快施坐的話 那麼 我們路往的名號 搞不好又回來啦 我是擔心這點啦 不然這樣的話 枉費你這麼用心 在替基隆市建設啊 那不是這樣 我現在但是你一行喔 你也不要搞錯啦 你現在跟我講的時候 什麼廠商的交為計畫 交通維持計畫 什麼來來回回 跟我的了解不一樣啊 上個月我再去看的時候 變得說什麼管線 所有其他國營事業的管線 埋到地底底下 他們不跟你們配 有的哇啦哇啦哇啦 有的買好了 有的這一個公司 電信買好 自來水買好 電力買好 什麼中油那些都還沒買 所以 那一拖 這個做後要做 那個做後要做 拖到現在 所以這個拖到現在 你跟我講 就不一樣 變成廠商的事 管線埋下去 路燈電線 這些電信 這些埋下去 不是我們應該要 要教他們這些 事業單位來配合的嗎 你現在 沒關係啦 你現在好就好了啦 你現在就有開市 有開市 有開市 延宕太久了吧 這樣 照一般來講是延宕很久啦 這個預算你看 去年通過的錢 你到去年發報 決標了 那你到現在 還沒有動工 都還沒有動工 這樣的話 對我們 不是說只有對我們 企圖百湖設計的人 不好交代 對於那條路 來來往往的車輛 我相信 不亞於我們的 的縱貫線啦 不亞於我們的 新台湖線啦 所以這一點 你必須要注意啦 另外一點 我想 像 你們現在把 公用課公園 本來是公用課館 現在成立公園管理課 對不對 那現在公園管理課 現在歸到我們 都花處 是不是 所以在這邊我想 以前我一直 老師私底下 在跟你講說 以後 你要公 因為百湖公園 現在通過三千萬 要打造一個比較 像市長講的 打造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像那種傳統的罐頭 罐頭遊戲啦 或是怎麼樣 那些全部要不一樣 所以現在公園管理課 本來是你們在規劃設計 那你把它移過去之後 那麼這些承辦人員 或是裡面的人 那麼是不是都一樣 你把這個公園管理課 移到叫都花處 是都花處啦 都花處 是整個科過去 整個科過去 人也過去 人也過去 都過去啦 對 那我想 好那請坐 我們習主黨 拜託的 你如果公園管理 公園管理課 你做的當初 那麼現在規劃設計的 如果差不多的時候 那麼是不是 可以 請問我們當地 我們包括我們議長 我們習主席 剛好四個議員 我們四個議員很好 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四個議員通過 每行事情都好解決 一個國民黨 一個民進黨 一個親民黨 一個武黨 就多四個人都系統 是我可以找我們四個民意代表 還有當地的里長 因為那個百屋社區有一個 社區公園改造那個推動小組 一個姓林的 你知道啦 應該跟你們也有互動 是不是可以 找我們這些人 來做一個簡報 讓我們聽 然後再改一下 可以改的話 改不好 不可以改 這樣最好吧 這樣好不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好 謝謝 好那你請坐 那我現在時間 我們留給 十分鐘啦 有夠嗎 有好 我們留給我們張志豪 張議員 市府團隊 現場的議會同仁 大家午安 延續 剛才我在講的那個 有關於我們的觀光 這個產業的推動 這個雙語或者是多語認證的一個必要性 那在這邊我也要再繼續的講 那個首先我要先請教一下 我們基隆市現在 請問一下社會處長 請問一下我們基隆市現在 有清真認證的餐廳或者是旅館有幾間 跟預言報告 清真認證的餐廳跟旅館 目前我們基隆市沒有 那祈禱室有兩個 祈禱室 對祈禱室有兩個 OK好謝謝請坐 在這邊一樣要對我們接下來要成立的我們的觀光 以這個城市行銷處 做這一方面的提醒 在2018年 Mastercard就是信用卡的公司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Christian Rating 他們一起發布了一個叫做2018年穆斯林數字旅遊報告書 在這個報告書指出台灣是在所有非伊斯蘭的國家裡面 這個排名第五名 他們最佳的旅遊的國家 目的國家的排名第五名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多少知道 我們現在交通部的這個觀光局 現在雪子也在全力推動我們全台灣的這個觀光產業 能夠推動這個所謂的清真認證 或者是穆斯林友善的這個餐廳跟這個旅宿 全球的這個穆斯林人口 我們台灣當然對於這個穆斯林 是伊斯蘭教在台灣是相當少數 我們對於這個宗教或者是對於一個這樣子的族群的人 其實是很陌生的 那當你在很陌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推動這個觀光的產業就不容易 那全球的穆斯林現在是總個人口其實已經達到17億了 那他們會固定出國的人次是1億5千6百萬人次 這1億5千6百萬人次 在估計在2020年 他們在全世界的這個消費 光是在旅遊住宿的這個消費上面 會達到2千2百億美金 這2千2百億美金 在這個泰國曼谷有一個飯店 他們就特別為了這件事情去推動了自己的這個清真認證 那據報導指出 這個飯店說 在這個這麼多錢裡面 我們只要賺1%就好了 這個飯店他們說 因為泰國其實也是一個佛教國家 其實他們的這個穆斯林人口也不多 但他們說這個全球的這個消費總額 他們只要賺1%就好 這1%的這個穆斯林消費的這個總額有多少錢呢 就是220億美金 換算成台幣就是6900億台幣 6900億台幣是這整個總額裡面的1%而已 也因為這樣子驚人的消費力 那這個我們的這個交通部觀光局 現在是在大力的推動 我們台灣要進入到這個 盡量的推廣我們的這個清真認證的相關的餐廳跟旅館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穆斯林的遊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們對於他們吃的東西跟他們這個住宿 有他們一定的這個宗教跟文化的要求 那這個穆斯林的這個宗教文化最簡單 最基本我們大概一般人都會知道 就是他們不吃豬肉 但是不吃豬肉之餘 當然還是有一定的這個文化的習俗 跟這個宗教的這個愛無依靈 但是對我們基隆來說 我們基隆其實大家應該最知道 我們最強項其實就是海鮮食物 那對於這個穆斯林來說 在他們的教育裡面 海鮮大部分就是他們可以吃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 我們基隆市在這方面是有相當的能力 可以來推廣跟發展 所以在這邊呢 見請我們接下來的這個師傅團隊 在我們推廣我們本市這個觀光的產業的同時 輔導我們的餐廳跟店家 還有我們的旅館 在這方面呢要多多的加強 那像現在台北這個 不要說台北啦 全台灣各地喔 像是我們在宜蘭 有清真認證 或者是穆斯林友善的店家參數 總共有11家 在苗栗也有4家 在南投也有4家 那我們基隆真的是應該要加把勁 因為我們在基隆其實我們並不是沒有 這個我們的這個信仰這個伊斯蘭教的人口 有嚴守這個戒律的這個穆斯林的人口 其實也不少 那請教一下我們社會處長 這個我們基隆現在喔 這個您評估看看我們基隆現在 大概穆斯林人口有多少人 跟張議員報告 我們基隆的穆斯林人口 應該沒有正式的一個統計 也沒有相關的資料 那不過我們外籍移工裡面 這個我們現在目前是6200位外籍移工 那其中印尼籍的有將近4000位 超過六成都是印尼籍 那絕大多數印尼籍的移工 大概都是那個穆斯林 印尼這個國家的穆斯林人口 是佔這個國家的八成 那這個我們大概在2016年 這個我們新南向政策發佈了以後 這個我們針對我們這個東南亞國家 也有擴大免簽 所以說這個現在像是去年度 是超過200萬人次的 東南亞的遊客來到台灣 那馬來西亞佔55萬人 印尼佔了這個馬來西亞 印尼佔了19萬人 那這55萬跟19萬 如果我們用這個統計的方式 去看他們的比例的話 大概在台灣的 從東南亞來台灣當遊客的 大概有三四十萬人跑不掉 這三四十萬人次 他們在台灣的其他地方消費 可能在基隆 就沒有辦法這麼有效的消費 那請問一下處長 你知道我們這些印尼籍的移工 如果他們是伊斯蘭的 如果他們是穆斯林的人士的話 他們在基隆市區有辦法消費嗎 跟議員報告 就我所知 如果是有這樣的一個需求的話 他們一般會在印尼的小吃店 或者說自己料理自己處理 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是 那當然我們要營造一個 這個穆斯林友善的環境 除了我們針對這個商工產業之外 其實我們平日在我們基隆市區裡面 住在我們基隆市的這些移工 這些印尼籍或者是這些 不同的外籍的這些人士 其實也相當的重要 那我知道說我們社會處 大概在2016、2017、2018 這三年都有在這個六月的時候 辦開災節 請問是嗎 跟議員報告是 請問我們今年還會舉辦嗎 今年還會辦 今年是在六月五號 上午七點鐘開始 那到時候歡迎這個議員 和其他媒體朋友一起參加 是 我們在這邊非常肯定 我們社會處 有舉辦這個開災節的活動 讓我們居住在基隆的這些 我們的這個穆斯林的人口 我們不同的這個 其實不只是穆斯林 就是住在我們基隆的這個 不同的外籍移工 當然是開災節是一個穆斯林的活動 能夠有一個機會 能夠讓大家同歡 也讓大家感受到我們這個城市的多元跟包容 那在這邊也邀請市長 在這個今年我們社會處在舉辦 請問你 不好意思可以再講一次 今年是幾月幾號 六月五號 六月五號 那在這邊也邀請市長 今年也照常出席 展現出我們這個城市 對於不同文化的包容 還有展現出我們這個穆斯林友善環境的決心 希望我們的市府團隊 在未來的這一年裡面 能夠開始推動我們這個穆斯林的 親真友善的認證的機制 讓我們也能夠投入這個巨大的產業的一環 謝謝 好 謝謝 以上到這裡為止 OK OK 好 現在我們民進黨黨團聯合質詢的時間已經到了 本席宣布休息10分鐘 好 我可以趕緊握一下 好的 再一次